血泊中的龙傲天望着谭云剧烈摇头 他生怕谭云为了自保而选择杀了自己 谭云看着金袍男子似笑非笑 我还有第三个选择 第三个 说来听听 好啊 盈盈 杀 谭云猛如雄狮 浑身凌理澎湃 施展鸿蒙神部化作残影 毫无保留的一拳 直接轰向了白群女子 速度不错 白群女子好似降临人间的天使 然而却带上了恶魔般的笑容 他猛然弹出仙仙御掌 向谭云迎击而去 拳掌相交的瞬间 白群女子御掌内 骤然涌出一股绝强之力 顿时 一股灵力风暴 在拳掌间若星云般爆裂开来 偌大贵宾殿 灯时爬满猪王般的裂纹 滚滚余威之下 高达三百丈的宝器贵宾殿 轰然炸了开来 漫天碎片 带着呼啸声自山间绽放 在碎片飙射的虚空中 一道紫色身影 炮弹般被轰飞数百丈 竟是谭云被白群女子一掌轰飞 徐空里 谭云凌空止住身形 一脸骇然之色 他的右臂正在剧烈发抖 整个右掌皮肤军脸 血流如肿 谭云如临大地 他没想到 白群女子的实力 竟然强悍如死 在自己足以毁灭 下品亚尊器的一拳之下 不仅没有受伤 还能将自己给击退 虚空震荡之际 白群女子 凌空飞出化作废墟的大殿 她望着谭云峨眉一条 眼神中透露出 难以置信之色 你区区神魂境四重 竟能承受出我的一击 那这次 看你死不死 咻的一射 白群女子便消失在 谭云视线之中 下一瞬便出现在 谭云面前 不见有任何动作 刻然间 九道七双胜血的剑芒 蕴含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年 宛若一道先连绽放 向虚空中的谭云斩去 谭云施展鸿蒙神步 闪身后退 虽然夺过八剑 但右臂仍旧被第九道剑芒斩中 而且一道深刻剑骨的伤口留在了手臂之上 眨眼间 谭云便出现在虚空中四千掌之外 他遥遥望着白群女子 目光定格在其手上的那柄雪白飞剑之上 清晰可见 飞剑上雕刻着六道璀璨星河 而在第六道璀璨星河之中 一座秀真洁白仙殿 竟是时银时现 此剑是六天仙帝的仙气 六天地剑 怎么会在这个女人手里 此女到底是谁 谭云暗存间 星谋中本涌出难以掩饰的恨 因为六天仙帝 乃是混沌至尊仙剑属下 亦是自己的敌人 这时 数十里外苍穹中剑芒闪烁 虚空崩裂 却是拓拔盈盈和金袍男子持剑对决 不错 有点意思 还没死 白群女子踏空而立 玩味地凝视谭云 像是将猎物玩弄于鼓掌之间 不 少公主救我 一道惨叫 疏然响彻苍穹 白群女子猛然回首 看到了令她难以置信的一幕 但见金袍男子将拓拔盈盈 投掳斩飞的瞬间 拓拔盈盈的乌头尸体 竟然连回三件 一剑斩断金袍男子右臂 一剑斩飞左臂 另一剑直接斩断了金袍男子的双腿 而这时 拓拔盈盈被斩飞的头颅竟然冲天而起 与无头身体重新连接在一处 拓拔盈盈盈盈接连挥动 杀时两束剑芒带着喷薄血液 冻穿了金袍男子胸膛 这看得白群女子心神皆振 这是何种功法 杀 弹云抓住空档 瞬间气身而至 左臂一挥 三十丈的鸿蒙冰雁 便朝对方笼罩而去 与此同时 他又挥动右掌 鸿蒙火焰紧随而至 拓拔盈盈一凌空出现在白群女子身后 只见浩腕旋动之间 数十道剑芒便朝其吞噬而去 拓拔盈盈挤上金袍男子 让白群女子感到愤怒 他只想尽快杀了弹云和拓拔盈盈 你们两个都给我去死 连眼玄鹰给我杀了他们 话音方落 一团灰色火焰 便从他腰间零售袋内钻出来 骤然化作高达两百丈的玄鹰 烈焰玄鹰浑身焚烧灰色火焰 一双翅膀伸展开来 更是遮天蔽日 他的左翼带着崩塌虚空 将鸿蒙冰雁和火焰拍飞之后 又顺势朝弹云抽去 与此同时 他的右翼抽中了多闪不羁的拓拔盈盈 拓拔盈盈右臂崩裂 身体如炮弹一般被拍飞出去 五戒成年期的烈焰玄鹰 老元 给我上 这卓人 使天魔元一跃而出 化身五百丈之躯 挡在弹云跟前 抡起巨棒 并轰在了朝弹云拍来的鹰翼之上 烈焰玄鹰口吐人言 发出一道女子的惨叫 顿时杂毛飘落 左翼齐根崩裂 血液澎湃而出 啊 卓人 属下不是这头灵源对手 属下带您离开吧 烈焰玄鹰显然有些焦虑 白群女子俯视了眼半山腰 失去四肢的金袍男子 他持剑一挥 一道蕴含神圣气息的剑芒 便朝金袍男子吞噬而去 他显然是打算在离开之前 杀人灭口 神急 白群女子迅若闪电 掠上烈焰玄鹰后背 迅速离开了此处 主人 俺去追他 使天魔元手持巨棒 化作一道贯穿虚空的紫黑光柱 紧追而去 盈盈 留活口 谭云大吓出声 无需他提醒 先前被拍飞的拓拔盈盈 此刻以凌空击射而下 右手提着半山腰处的金袍男子 闲之又闲躲开了崭落剑芒 一片地动山摇之中 剑芒斩在了半山腰上 留下了一道深达百丈的沟壑 拓拔盈盈 面色苍白提着金袍男子 飞落在沟壑前三丈 他心有余悸 若是速度再慢些许 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拓拔盈盈右臂血流如初 崩断的骨骼 在呼吸间恢复如初 再将金袍男子扔在地上后 他便腾空而起 悬浮在面色铁青的弹云身前 主人 若属下未看错的话 方才白群女子手中的飞剑 乃是六天先帝的掀起 六天帝剑 主人 六天帝剑如今出现在天罚大陆中 莫非是六天先帝 为了在天罚大陆中杀您而转世了 角色计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